还有一份来自我们宁国朝鲜的独家的祝福 片子里的人物呢跟中国观众应该是老相识 这样说一点都不为过 他就是电影《卖花姑娘》里的花孽的扮演者 红莹基 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是几代中国人心中的经典 至今仍深深地眷刻在中国影迷的记忆里 为了采访许多人回忆里永远美丽的《卖花姑娘》 我们来到了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场 走在这条电影城里怀旧而又复古的街道上 我们仿佛感觉到时光一下子就回到了四十年前 我们似乎都能够听到花妮拎着一筐鲜艳的花朵 走出这间茅草屋走上街头 为了救病重的母亲 唱着那首我们儿淑能详的歌曲《卖花呦》 卖花呦 《卖花呦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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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8岁就获得了功勋演员的称号 后来又获得了朝鲜最高级别的人民演员称号 40多年过去了 当年的花妮现在也已经快60岁了 但依然活跃在荧幕上 快到春节了 英姬还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同时拍摄两部电影 赶着在今日城诞辰100周年之际上映 这次是特意抽空赶回平壤接受我们的采访 结束后还要再回去 英姬曾经到过两次中国 都受到了中国影迷的热情欢迎 祝全国人民春节好